针对近来明连举办的活动上常发生破棄事件 乌庆副团长拉查里谴责那些知识分子 并相信这些事件非巫统党员所为 希望警方查明真相,尽快做出知识者 另外,首相署部长徐子根也针对近期发生的多宗政治暴力事件表示 这类粗暴野蛮的行为等同流氓行为,有为大马传统和文化 他表示,槟城国阵战车也同样遭人颇红期 同时希望这种不良风气不会延续至全国大选 华总会长方天信表示,网络破坏歪风越来越严重 尤其社交网站如面子书和手机短讯 被网民利用成为对团体或个人展开毫无克制的重伤、诽谤、攻击和所谓人肉搜索的平台 他认为在民主法治的精神与原则上 他并不反对政府通过适当的立法和管制 以监管甚至采取适当的法律行动来对付不负责任的网络破坏黑手 但他强调并不是要主张封口,而是立主实事求是 以肯面对和肯负责的态度来讲道理 来自各周越500名燕农和燕窝业者 今早前往雪兰儿州当容加农 提成备忘录给农业及农机工业部长诺奥马 燕农在抵达现场时即遭到巫统党员的叫嚣 不过在诺奥马的指示下 巫统去部后来欢迎他们到场享用茶点并进行交流 开始时气氛和平,但交流期间应有人拆下燕农悬挂的布条 和布满诺阿玛在士庚庄区州议员黄瑞林发言时打岔 而导致交流会场面两度失控 双方人马显样肢体冲突 中国反日浪潮蔓延全国 中国20多座城市有超过4万人今天上街游行反日 其中北京连续第五天有民众到日本驻华大使馆外示威 一大早就有上千名示威者拿着中国国旗及抗议标语涌到日本大使馆 并呼喊还我钓鱼岛及抵制热货等口号 场面一度失控 日本大使馆上午已紧急要求大陆官方加强警戒 不少政报警察及便衣安全人员进入使馆内加强保护工作 而在日本各大电视台也在中午的新闻节目中 报道了反日抗议活动 另一方面昨天有6艘中国海监船驶入钓鱼岛及附属岛屿海域执法维权 日本方面称这是中国方面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入侵日本领海行动 北京专家则指出这不只是一次的高调 而是中方反制措施的开始 苏洛在柔佛州新山的亚洲首歌《乐高主题乐园》今天正式开幕 一早便吸引许多民众前来等待 当乐园大门在上午10点正式开幕时 民众便迫不及待地扫描自己的入场券 一窝蜂地冲入乐园内 乐园顿时闹翻天 大马乐高乐园总经理博斯特说 乐园供耗资16亿令吉打造 其中包括酒店及主题乐园 他也看好乐园所在的地区 认为他可能发展成为马性休闲娱乐的苏纽 相信未来将能成为亚洲区主要的娱乐景点 很多新闻请留意新洲日报或浏览新秀爱.com